哈喽,Lukias 明天就是Kibo的生日了 我和我的朋友们准备了一个小小的惊喜给他 但是呢 我打算不告诉他 假装忘记了他的生日 看一下Kibo会是什么样的反应吧 嘿老婆 给我来一下 你说个事 明天我要回到老家 明天? 嗯 明天回家干嘛 他想我 让我让我回去看一下他 那你啥时候回来的 后天或者大后天吧 明天回去 嗯 你叔忘了什么 嗯 哦 靠 什么 啊,你说我不该空手回去吧 我也 该买点礼物啥的 你真的忘了 啊,就是没有买礼物的嘛 帮我想一下明天带个啥回去 去吧 你看你爸喜欢吃什么呗 去吧 啊 去吧 什么我去吧 然后我还给他准备了一个东西 就是这个 但是他是 怎么病 怎么了 干嘛 咋了 我就回去一下,你至于吗 啊 回去吧 你哭什么吗 啊 老婆 别拍了 拍什么拍吗 因为我要给你个惊喜啊 谁知道你 哭了呢 我怎么可能忘吗 怎么样 你不让回去吗 不回 这个我给你准备的 哎哟 看 你怎么回事吗 拿着 你真的是哭什么嘛 是猪嘛 猪嘛 好,来来来 乖 哎呀,一下就笑了 亲一个 放死 赔我眼泪 好好好 那今晚把我打哭好不好 啊 什么东西啊 就是 戒指吗 对啊 干嘛 你在看啥 怎么了 这就是 怎么了 还不喜欢啊 啊 好了 快 收拾一下 要走了 我们该走了 哈哈哈 你都不好记要去哪儿吗 不好 我给你准备真正的礼物 走 但是我们要先出去 这就是什么赠品吗 不是赠品 走 啊 哈哈哈 哎 哈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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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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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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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